这个通路的链条 要重新回到指纹上 车轮才能转动往前走 你是在说我停滞不前吗 我们确实停滞二十几年了 虽然我爱上梁静岑 但是我对梁永雄的恨 从来没有变过 直到卫书点心了我 他让我想起了 那些我忘了很久的事 梁永雄跪在那里 求你让他进去祭拜爷爷 她的痛苦 她的懊悔 她的悲痛 我都想起来了 原来不是只有我难过 我忘了她也一样难过 爷爷的事 是我们家一辈子的伤痛 对梁永雄来说 除了伤痛之外 还有后悔和遗憾 所以他才会让卫书来帮我们 爸 对不起 我不应该逼着你去面对 我只是想要我们家 从这样的怨恨中 得到化解 是我 我是一个懦弱 无能的人 当年 事情发生之后 是爷爷承担了所有的责任 可是 我是他儿子 我什么也没有做 帮不上他一点忙 我恨我自己 我只要争气一点点 他就不会死 不是你的错 那是一场意外 但当你爷爷过时 我很自责 内疚 我无法面对我自己 对 我一定要找一个人来恨 我只要是 梁永兄的出现 减轻了我的罪恶感 否则 我是无法面对我自己 我不是一个好儿子 因为我的无所作为 我的爸爸过老出私 爷爷是绝对不会这么想的 你很坚强 那时候 是你把爷爷的小工厂撑下来 所以当卫叔来的时候 我们的工厂还在 一切都还有希望 爸 你不需要自责 在我心里 你就像是一个巨人 为我们家撑起了一片天 你又像是一座大山 担起了所有的重担 没有你 就没有这个家 人生这么短 这是要快快乐的 不要有怨恨 什么深仇大恨 都是可以化解的 不然他怀孕 怀孕 孩子的爸是你啊 该不会是我吧 宇晨康 宇晨康 这是我亲手做的护蝉蝉蝉蝉 你还亲手做啊 我是建成的师父 我怀疑他是你 独播剧 虎肉计 这一招我小时候 发霉的时候都已经用烂了 只想着往前走 时间的汹涌 我想听到 你的真心话 by bwd6